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混凝土的部分 混凝土來講的話其實是在我們的那個 這三個裡面 鋼筋不是說最簡單,鋼筋是很多人很重視它的強度,所以鋼筋要檢視它的量夠不夠 那模板要注意它的安全性,因為它是一個臨時的結構 它在施工上可能有一些有危險的事情發生 那在混凝土它的技術上是,它的品質是最不穩定的 最不安定的 所以比較麻煩的是,它在灌漿之後強度要達到的過程 你要在這個之前,你要確保它強度能夠達到你預期的目標 假如你買的是4000psi 280kgf over cn 平方的混凝土 你必須能夠確保它能夠達到 如果達不到 怎麼辦,你說我都不知道28天後的事情 那這一些 教程跟這些告訴你,就是說你怎麼做,它可以確保達得到 這樣而已 好 那施工混凝土的施工來講,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一定有介紹混凝土的材料嘛 不然你怎麼看配比 對不對 那 這個橋其實蓋了非常久,1965年蓋好的 喉筒 喉筒在那個 北部的那條線,那個火車叫什麼 平溪線吧 是吧 如果我講錯的話請你包含 我記得是從瑞芳做嘛 那做到十分啊 應該是平溪吧 我沒有記錯,沒關係 你看它這個大橋非常的漂亮 那當時 這個橋其實你沒有注意看以為是 以為是剛構造的 其實這是混凝土橋 充分的利用壓力構建 構成 一個拉力的拱 這是 最早期的拱 原理就是 從石材去做出一個拱 那 它就利用這樣的特性 做了一個很大的橋 這在當時我是覺得這是很進步的橋樑 包括設計上 好 來 那混凝土我們談到 七十六十四也談到 它有幾項 強度 工作性 耐久性 體積穩定性 還有經濟性 好 那這幾個東西跟模板在談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會有衝突 所以厲害一點的話 會畫一個 把五個線 畫五個軸 強度多少 工作度多少 畫一個 看哪個面積佔的最大的 那就是最高的CP值 好 那強度啦 工作度啦 耐久性 強度當然是我們首選的 強度不到你 不能提供我們 我們這個結構的服務 對不對 那工作度是確保你的強度達到的一項 那耐久性談的就是 這個混凝土的壽命可以維持 它服務的年限有多長 體積穩定性是確保這個東西灌下去之後 它不會因為膨脹收縮造成其他的 我們講不適用的情形 有些東西是不允許你收縮膨脹的 譬如說玉力混凝土 我怎麼可以讓你一下收縮 收縮 我的玉力就損失了 一收縮過多的話 我的玉力量也會垮掉 所以體積穩定性變成另外一項 其實很多人都忽略到這一項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性質 那再來經濟性一定要有 你不能說不行就是加餐料 餐料很貴 有人不知道說我加餐料就好了 現在加的最多其實是非揮 因為非揮的錢價格 目前來講是 單價是最低的 除了運費以外 其實看不到其他的單價 所以 非揮,單是非揮來講 品質很多啊 你怎麼去確認 我們等一下再談 來 往下看 這是一個混凝土的浴瓣車 我從國外的一本書翻下來的 那其實我們常看到的水泥 水 骨材 餐料 那你看這是 Ride mix 正確的 半盒 你看 叫 Components of concrete 就是說 混凝土裡面的 它的一些主要成分有哪一些呢 你看一下 11%的波特蘭的水泥 就是11%的波特蘭的水泥 16%的水泥 還有6%的水泥 還有6%的水泥 其實這個空氣含量算是高的 那國內沒有那麼高 那26%的Sand Sand又叫做fine aggregate 簡稱叫做f1.a1 就是細骨材 好 粗骨材叫 Gravel 這是軟粒石 然後crash stone 這是什麼 這是壓碎的石頭 我們叫碎石 那又叫做c1.a1 叫做ca 那叫close aggregate Aggregate是骨材的意思 好 所以如果你大概看得懂那個概念的話 哇 差不多是這樣子 原來你看骨材佔了70% 這個算是78啦 那一般來講就是75%的骨材 其他這些都是 其他的材料 那 談到骨材其實它是混凝土最重要的材料 體積佔最多 好 那這個表格就介紹了 來 混凝土 名義名叫concrete 那filler的話就是填充材跟焦結材 好 那填充材就是骨材 它是佔了75% 它分為粗細骨材 焦結材分為水跟水泥跟餐料 通常來講的焦結材指的是水泥漿 paste 好 special concrete 很少會用純混凝土 那因為 這個科技的發展 好 那 這一張是一個 這是我從那個樣 樣是 國內台科大有一個教授叫黃兆龍 黃兆龍的老師 他寫了一本書 在一九六幾年寫的 你看他把五種水泥的強度 Type I Cement 到Type V 好 那這是Cement Type 好 你看它橫軸坐標叫H 好 這是Log Scale 好 那 重軸坐標呢 是Average Heat 水化熱 好 這是水化的 水泥水化熱的一個影響 你可以發覺到 其實我們普通的水泥 其實水化熱是蠻高的 第三型最高 水化熱讓它產生膨脹會有裂縫 第四型最低 第五型 所以你要做大壩 都是水化熱 低 那你要做 快速補強水化熱都很高 好 這給大家一個觀念 好 那這邊來講是一般御辦廠裡面的 控制式大概在這裡 好 應該是在這裡 好 然後呢 你會看到 控制在這裡沒錯 因為御辦廠都會出來 這邊很多料倉 包括它的飛灰 爐石 或其他的藥劑 不等 或水泥 大概都在這些料倉裡面 通常這應該是水泥 這是幾個料倉 它的餐料到這車進來 用壓力送進去的 有沒有看到 是管口 所以這個應該是 那水泥也是用壓力送上去的 所以 古材呢 就藉由輸送袋 藏在地底下送輸送袋進來 到半河古 好 那這個是一個報紙在民國99年 離現在應該是幾年了 十幾年了 十幾年的那個 那這張照片的位置剛好是在花蓮泰伍格 這個其實工地我們就不用講了 是國內某一個 相當有名的水泥場 那它整個山都挖空了 好 挖到後來那個漆波連漆導演後來有拍到 這個整個裡面 整個山外表還在裡面都空了 從直升機拍下來是這樣子 好 那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這一家水泥場 它的花蓮場叫加山廠 它所出產的水泥 全國只有它的水泥 可以銷到日本 符合JIS的規定 所以這邊講說 挖自己的山賣給別人 好 有些話他們還不能講得太白 好 懂就好了 好 後來那個 這一家公司的董事長說 那就放個水裡面就可以了 可以就生太水泥了 這講講有時候我覺得 他講話有點讓人家 這個有很多問題 很多層面存在 這個我不去探討 不是說其實我們挖這邊的 這邊的死灰石 是非常好的 到底是不是要這樣挖 這有很多的爭議 我不予做結論 只是了解說那個地方是不錯的 那就是這一間廠 好 山就是後面這個山 這非常有名 這間廠 好 這邊是 加山 好 我只記得那邊有間冰果市 賣的檸檬茶非常好喝 好來 這是花蓮 好 那這是一個水泥的SEM的 照片 這個照片其實要讓你看 刺針狀的啦 然後什麼是CH 什麼是C3A 那這個名詞我是覺得各位懂就好了 這個是屬於 我們專門在做research的時候去看 它水泥成長的情形 最後它怎麼樣強度產生 CSH的gel怎麼樣 好 你大概了解 這是SEM拍下來 電子顯微鏡 好 那水有什麼功用 水其實就是 我們在判斷說 不管你用什麼水啦 什麼規定啦 能夠喝的水就可以半喝 不能喝的水要檢查 要經過什麼檢查 怎麼樣才能夠 去半喝 好 你知道這樣就好了 這水一旦不能喝 能半喝嗎 你就要考慮 好 水有幾個功用 第一個洗骨材 沒有問題 半喝水 沒有問題 養護 三大共用 好 所以它必須是乾淨的水 不能夠對混淋乳產生 另外的化學作用 OK 好 大概就這樣 CNS多少你可以不用記 好 這個是它半喝水的檢驗方法跟龜氮 水當然要知道它的酸鹼值 對不對 酸鹼值有問題的話 那會造成其他不良的效應 通常用PH值在設定嘛 那固體總量 SS 跟有機物 那你就100度C烘乾 再132度C烘一個小時 確保完全乾燥之後 看有什麼雜質留下來 去檢查 那這個是常用到的 綠離子低定 好 看裡面有沒有含量含綠離子 綠離子我們知道會對鋼筋產生生修 好 嗅死 好 再來我們再看到什麼 這個 這個我們叫什麼 凌結時間 凌結時間決定了我的工作度 決定我是不是多久可以猜磨 決定我什麼 很多事情 所以你要知道凌結時間 不能夠低於一個小時 因為我沒辦法操作 也不能晚於1.5個小時 太晚我的強度達到會更慢 所以 太早 太慢 都不行 了解吧 這是他的要求 水泥漿的功用 其實這是一個很標準的圖面 讓你看 水泥漿的目的就是 批覆骨材的表面 然後填充骨材的空隙 還有具有流動性 其實為什麼要談這些 因為講義裡面有 本來不想談 後來講義都是帶一點帶 不談 乾脆就一起談 他的功用 這功用做最到最後的時候 是在 做配比設計的時候 去怎麼去調整這些東西 OK 好 那再看水泥弧體 這早期的講義有放 他的設計是說這樣 剛剛這個理由 你要批覆骨材的表面 所以我在骨材的表面上 都批覆了一層叫 Delta T厚度的 漿 那兩個Delta T的時候 你就說Delta T除以2 就是他 批覆骨材水泥漿的厚度 那藉由這樣的關係 是求得一個 水泥漿的體積 V Cement Variant of Cement 大概是多少 那乘以 2分之Delta T 是他的厚度 乘以 Sigma 或Summation 的S 就是放一圈 表面積 再加上 他被批覆的孔隙體積 所以 他不是要填滿孔隙嗎 對吧 他就是批覆又填滿孔隙 這不就前面 這兩個理論裡面 做出了一個公式嗎 那由這個再去做配比設計 了解吧 好 你懂就好了 我講到這邊就好了 配比設計其實現在都是用 ACI的一些經驗公式 罰則去帶而已 那個也沒有多難 那 比較難的是說 台灣的地區的特性 怎麼樣修整到 預辦廠成為一套 很不錯的配比 跟正一下 預辦廠不會只有一套配比 上千套的配比 他可以做成 這什麼骨材的特性 他會抓到一個東西 將來大數據 在動進來的時候 其實 預辦廠進步的空間更大 預辦廠配比非常多 上千筆 在電腦裡面上千筆配比 OK 好 水膠比值是水跟膠結材料的比值 W3C加P 這是ACI31895 95是1995年提出來的 ACI大概95 2005、2015 他都有提出來一些規範 所以 他每一年都會提 他每10年會提出重大規範 那國內的RC鋼筋混凝土 他是依據ACI的規範 再去做修整 大概是這樣 幾乎是follow他的東西在做 幾乎啦 好 強度水膠比越低強度越大 好這個取決於 理論上是從 他的孔隙率去談 孔隙率夠的話 孔隙越低強度就越大 那孔隙越低的話怎麼樣 水泥的含量 含量多的話好不好 含量水泥含量過多 他會裂 所以不是加了很多水泥就對了 所以 我講的配比設計主要理論就是說 適當 不是很多 如果多就盛的話 多是可以盛啦 可是到時候他會盛就是盛力嘛 你 好像配很多我強度就很高嗎 有時候反而不是這樣 好到一個 多到一個東西才能反效果就出來了 工作性 水灰筆成正筆 水膠筆也是 水膠筆是水除以膠結成下 水越多他的筆子就越大 水越多當然工作度越好 可是 有很多的問題點出來了 有時候同學會說 對齁 工地可不可以隨便加水 當然不可以啊 你會改變他的配比 你改變了多少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又一個昂諾出來 昂諾太多你沒辦法解 知道嗎 水密性 水會比成反比 所以孔隙越小 所以你從孔隙的觀念去看這個配比設計 你會比較容易清楚了解 這是每次都要談的水泥戒指 這是各位的副業 有興趣的 可以私訊 來 具備 強塑劑 振動台 還有一個很好的模式 就可以做得很漂亮 OK 好 那骨骰的功用 這很久的照片 看這個阿上山這樣 這很久的照片 好那你看啊 這是廖昌 好 那 骨骰不要忽略的骨骰很大的功用 它可以提高雲林的強度 要做強度很高的雲林土 骨骰強度達不到絕對做不上去 國內比較好的骨骰 大安大甲溪 在中部 高平溪 在南部 這三個河川的骨骰 可以做到很高的強度 國內 新竹頭前溪的骨骰 怎麼做 就是拉不上去 這以前我們有做過試驗 拉不上去 怎麼做就是在那邊而已 它骨骰這整個都被剪裂掉 剪裂掉也沒有什麼強度出來 知道了 那它可以替代部分水泥體積 降低成本 所以會設計的 其實骨骰是很大顆 而且量是夠的 骨骰力經越大 其實是 骨骰的強度可以達到更高 現在的配比不是這樣做 不是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餐料加進來 餐料要有效用 必須要骨骰力經效 所以現在的配比設計 也不是御辦廠做的 是餐料廠中提供的 這個一行控制一行 就跟很多學校的老師 是不會出考題的 考題是由書商提供的 過年過節還會提供一些 給老師 笑納的東西 講到這邊就好 不要講得太白 書商還提供投影片給老師 很多老師不會做投影片 看看就好啦 真的是這樣 所以你說 那個混凝土 那個 餐料的廠商 當然提供給他配比 他就 用起來不錯 人家做研發 但是他們都把骨骰力經降低 知道 我們以前那時候很流行六分時 現在叫第20 其實第19 那現在 那時候 現在找不到六分的 現在混凝土一半場都上門結了 最多低10而已 為什麼 餐料 好 那減少他的體積變 所以骨骰力經越小 體積變還是蠻大的 好 那這個是談到骨骰的來源 這是東部的一條河川 你可以看到東部的 砂石不挖 都快要淹到橋面上來 所以東部是一定要挖 河川的書順本來就是要挖 西部就不行 挖到橋墩底下 樁都看到 挖到不夠挖 所以東西部的差異 所以之前缺 缺骨骰的時候有東沙西運 那個理論 那個口號就叫出來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不是骨骰 這是爐石 你看中國鋼鐵 中國鋼鐵不出產 不出產骨骰出產爐石 是煉鋼的廢棄物 各位一看都跟骨骰非常的像 其實它不一樣 你要注意它是水翠還是氣的 你要注意它是金屬的 煉金屬的還是煉鋼的 有的是裂合金的 裂合金的是不能用的 所以鋼石有很多種 你一定要去區分清楚 不要以為鋼石都能夠用 知道嗎 對啊 我們傳統刻板的印象 男生都很邋遢嗎 是嗎 女生都很愛乾淨 是嗎 算了 各位都已經知道 我們講到這邊就好 不要再講下去 好 那 觀念懂了就好 有些東西是刻板的講法 那這個是 齊山的一個御辦廠 在有一年我帶學生要參加那個 台科大張大鵬教授他辦的那個 混凝土學會的比賽 我們就來這個御辦廠去取金 那這個御辦廠 這個御辦廠很有趣 這個沙石廠不歸御辦廠 我們這個叫九厚 了解一下就好 這是屬於特定人事擁有 OK 他還跟我講拍照的時候不要去那邊拍 免得有 危險 好 那 他們的 他們的沙石很有趣 他們上次做完以後 這個輸送袋就直接送到他們的御辦廠 那他們每一 他們送多少量就看他出了單跟他們借款項 所以這個在沙石廠就架在 那個 高屏溪的上游 OK 講這樣就好了 好 那跟各位看一下這是一盤古材 這盤古材是不錯的 你會說為什麼不錯 因為它具有圓形跟菱形狀 這就是菱形狀 好這是圓形 這是很好的古材 這盤古材非常漂亮 這是高檔的 我們那時候就是跟御辦廠拿好的古材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買 我們買到的一定是會這樣的 這就不好 好看得出來嗎 很多細長型的小小顆 很多這樣很零零碎碎 這個辦起來就不會好 這邊還好啦 這邊辦起來絕對不好 跟這個來比 你看看 這多漂亮 懂了嗎 原來古材還有學問 我講到這邊就好了 因為還有更多更多的東西 含泥亮 什麼東西要去測 那算了 你只要知道這個東西 顆粒的力徑越大越好 這3分 這80 % 英吋 好 你知道這個古材 細長弧的變長弧必是不好的 好 那談到海撒坪 海撒坪是怎麼來的 那那是抽海撒 對不對 那抽海撒兒半孜的時候 你要注意要實施綠離子檢測 sun Internal 紋理土四絲綠離子含量子檢測 那怎麼樣呢 那還要添加適當的Posol染材料 非非嘛 那適當的漿量 那成本高一點是用第二型 Type 2 跟 Type 5 Cement 那水密性的增加就是孔季不能太高 海砂屋 如果你不知道是海砂屋的話 你要小心一點 因為現在的砂 現在浴瓣廠的砂是從哪裡來的你知道嗎 河口砂 河口砂是在哪裡呢 就是在河跟海的交界地方去挖 是河砂嗎 是海砂嗎 好多問號 所以尷尬地點在哪裡 所以不是我們這邊是對岸的 對岸就直接挖完就暈過來了 所以現在一般幾乎用的是河口砂比較多 好 我們介紹一下餐料 你說為什麼要這樣用 有很多市場的無奈 如果我們這邊股材不夠 也只是這樣嘛 對不對 那前陣疫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營造業差一點斷炊 斷煉 為什麼 包括馬桶 馬桶 那個廚具 都是對岸要過來的 那疫情一發生 航運業全部都篩爆 根本運不過來 對不對 所以有些地方 我不想談政治 但政治有些把地方講得太那個 你如果在台灣的裡面很多東西 你要跟中國做適當的切割 可以啊 那就不要用它的東西 但是世界的合作不是這樣 好不好 我不談那個啦 跟政治有關我不談 至於什麼什麼 我只是覺得說 我們仰賴 仰賴中國的生產 其實是有的 尤其我們營造業也是有 好 好 這是Type ASTMC-494列出來的7種 好 那CNS的規定 我不太清楚 因為那時候CNS還沒有定出來 我們那時候就找ASTMC-494 好 參料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它就是表面活性基的原理 通常我們知道顆粒裡面正負會相吸 所以水泥加到水油已經是和結尾圓了 一定是和在一起的 但是我們加了參料之後 結尾圓就是變這樣 一團一團的 但是我們如果讓這些顆粒裡面 通通帶銅電 副電的時候 會副刺嘛 銅電就是相刺 那個 那個 異性 異電就會相吸嘛 就會黏成這樣 那銅電相刺 它會變得很均勻的分布在這上面 這個斷面來講 所以它全部是運用 這一種 這一種 那個 表面活性劑的原理來做的 所以它有時候是一些 工業洗皮革的水啦 或者蔗糖劑啦 都是這樣這種東西做出來 很多種種類的來源 那包括什麼減水啦 減水是一種啦 Water Reducing 減少水量嘛 再來一種什麼 高性能減水嘛 High Range 高性能減水又有緩鈴 緩鈴是Retarding嘛 就是 反正 就是減水器跟緩鈴劑 去湊出來的 你注意看到減水緩鈴 高性能減水緩鈴 減水 最後再加一個素鈴劑 所以你可以看到原來它的組合 大概就是這樣組成 就是減水劑了解 緩鈴就是 減水就是讓它可以 互斥工作度好 緩鈴是抑制C3A跟C3S的反應 素鈴劑是加速它的反應 就這樣而已 原理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做起來就非常多種 這個是SP 超級減水劑 高性能減水劑 看起來像冬瓜茶 味道超難溫的 OK 好 那這是飛灰 飛灰來講 這個是比較好的 飛灰怎麼產生 燃燒 我們每一去燃燒發電廠的時候 靜電集成設備收下來的 那燃燒有分為完全燃燒跟不完全燃燒 完全燃燒的飛灰就長得非常漂亮 比重大概2.2 那不完全燃燒 當然它的效果就沒那麼好 所以它分為C級F級等等的 你大概知道這樣就好了 好 顏色是灰色 好 那飛灰可不可以取代 可以 好 上限是20% 混凝土 玉力只有4% 你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玉力只有4% 它怕它的病變影響大 不敢用太多 那其他 鋸雞都用得很高 25% 所以最海邊也是25% 最高是25% 那坊間的替代飛飛都用到30% 好 浴瓣場都用到30% 了解就好了 這有些我們沒有講哪一間啦 就是你知道就好 所以你去廠驗的時候你要去看一下 好 那這個東西你看 我們以前做的試驗大概17% 會讓混凝土的強度達到一個上限 超過17%就下降了 所以我們一般就是用到20% 這是有原因的喔 這不是說要隨便拿定的喔 OK 這大概在30年前 廢威的研究是很熱門的題目 最近就在玩那個 那個 廢機才要 10年前在玩那個水庫淤泥啦 現階段混凝土才要走向另外一個 新的領域 這就是爐死 這都有故事的 這個也帶學生去參觀了 在中鋼那邊嘛 中年爐死 剛好他們的主管那時候是我的學弟 那就是因為一個因緣際會 然後他就這樣 那這個單位本來是以前是我要去的 後來沒有 不過我可能沒有他的成就高 他現在升 那個中年爐死的總 反正一個高階層的管理 他後來高雄廠廠廠廠 升完升到基隆廠 後來就升到總公司去了 至於做什麼職務他就保密 好 算了 反正人生就是這樣 你選擇什麼做什麼都一樣 這如此 看到就好了 好 我們看一下婚禮的辦合 總公辦合我想你現在看不到了 但是我問你一件事 如果我們台灣還有一個離島叫做小琉球 離我們屏東蠻近的 小琉球上面有公共工程 上次一個學生問我說 他島上要蓋一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我們人往生後要住的地方 領古塔之類的東西 鄉公所要蓋 結果當地沒有預辦廠 又不允許他要說通過ISO檢驗的辦合廠 怎麼辦 他問我怎麼辦 我說最近在東港 東港要過去船要多久 你會不會超過聰明之間 你要加環營劑嗎 要怎麼樣嗎 我說你要先想 要不然你就是要把預辦廠的料廠整個拿過去那邊做 然後通過ISO的檢驗 那才可以符合工程會的要求 他說工事很大 後來他沒有標 我說對啊 很難做 啊手辦他不承認 因為124 124 136指的 124是水底 136指的結構 你沒有談到水啊 且保證你冷大刷氣大 結果大就是挑蛋子那個蛋啊 這在蓋那個明毯 抽絮發電廠是用這個比例去做的 明毯就會知道吧 一個水利發電廠 用這種工法去蓋的啊 他完全沒談到水啊 所以這個東西不符合工程會的規定 好 那你要辦合廠他自己有自主檢驗 他有沒有做水質檢驗 我們那個剛剛講的四個小時的影片有介紹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 好 水質檢驗啊 力量篩分析 骨材 細力量表面含水量試驗 綠離子試驗 附加劑試驗 貪度試驗 我有一些以前農工的影片 但是我不敢放到YouTube了 我看看你們要不要看 不然我就是 我也不好聯絡你們了 反正背了這檢舉 我就把影片下架 因為那不是我的影片 那是以前農工出拍的 那影片資料好舊 但是我覺得還 他做的還蠻踏實的 你可以去參找看看 好 這邊在自主的檢驗裡面 他這些要去做 好 那這一張是混泥土檢驗的流程 你看看 這一張我們上次兩個都有談嘛 你看看 從計畫開始 料源檢驗 半合廠試驗 就是去試磅 好 最終你看看 這是混泥土場 那計量器有沒有校正啊 有沒有檢核啊 然後最後呢 他這邊有半合 試磅 配比出來就要試磅 半碗可不可以達到 然後水泥跟餐料有沒有檢驗 這個部分屬於在浴半廠前的部分 這個部分 所以他們接一個A嘛 再來生產 混泥土生產的品質檢驗 有沒有按 有沒有 是否按申請生產嘛 就是我要幾方那個送過來嘛 那一般問題的數量有沒有 貪度 含氣量 溫度 餐品 出廠檢驗 再來工地要做哪些試驗 貪度 含氣量 溫度 取樣 一百二十方 我記得是一百二十平方公尺 四十 對不起我記不太得 一個四十五啦 四十五方一百二十 面積是一百二十平方公尺的板 我講就要做檢驗嘛 對不對 那個好重要 現在都記不太得 那試體的取樣位置在哪裡 要客觀嘛 在哪個地方 有懷疑的地方一定要取嘛 其他均勻取樣嘛 好 那試體養護的第一點 方法 時間 這個是 美角裡面的美角 聽懂嗎 好 來 什麼美角 強度啊 要達到強度怎麼做啊 對不對 那這其實不是很對 這已經有點 本末導致了 那實驗室裡面怎麼去做材料實驗 抗壓原住體 還有品質管制土 這個很重要 這要看得懂 七個點都在上面的時候 跟在下面的時候 什麼樣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這你要去看得懂 這個都出社會 你就不是在學校 這個東西要去看 人家怎麼玩統計的東西 要弄清楚 那標準偏差多大 稍微懂一下比較好啦 那最後緊急處置的方式 好 這是 有一間浴辦廠裡面 這是國內第二大浴辦廠 就在花蓮挖山那個廠 那一個公司 好 那 半夜廠的自助檢驗 你看水池 這剛談過了 好 那你再看到 就是一間 雅東 雅東浴辦 它不是不好啦 我是覺得還可以 但是用的人不是很多 在南部 好 那再來你看看 好 計畫 要領書 交事前準備 交事前檢查 有沒有 檢查前 停留點嘛 儘管當然要來勘驗 勘驗完以後 你才可以什麼 訂單生產 懂得吧 這大概是我們品控裡面 要注意的 那你看這邊 注意這邊深驗 他說 至少 到兩天前申報勘驗 復勘驗報告 好 那開驗報告之前 你還有什麼 你知道嗎 強度實驗報告 材料品質出場證明 鋼筋砂石 請商檢局檢驗合格 這個材料商都要提供完備 好 知道這樣大概知道就好了 藥領書都是差不多 好 了解了齁 那混泥土的 混泥土的 交製前的準備 你路線呢 預辦車幾台 你放送車準備好了沒有 震動設備 電動照明 有沒有準備 施工縫要放在哪裡 清潔口 怎麼樣封閉 那 灌置高層的指示 有沒有啥水設施 這都要去做準備 那 鋼筋檢查 摩板檢查 水電檢查 配電檢查 所以這邊你要做好準備 才能夠做這些事情 知道吧 好 那再來輸送 好 這是我們現場操作 輸送 膠質 養護 拆模 修補 完成 這是大項 那 輸送的時候看三連單 檢查混泥土 溫度 濕度 然後壓送機 看它的設備 配管有沒有彎 轉彎多少 打折多少 可以高度多少 那膠質的時候注意哪些的膠質 柱跟牆是容易發生問題的地方 那是焦點 那人員怎麼配置 膠質計畫書有沒有 膠質的高度 膠質碗的養護至少七天 高強度至少三天 那時間多少 剛剛已經有看過拆模時間了嗎 拆模時間就是你養護的時間嘛 溫度濕度是多少 能清楚 拆模時間 確定了 怎麼拆 拆完以後會發現不良的東西 你怎麼去修繩它 這就是我們完整的混凝度工程 好吧 這是浴瓣廠的那一個 這圖有點扭曲 這在浴瓣廠裡面的 那個 半合機裡面的一個設備 它是用藕電盒的裝置去量測它的重量 浴瓣廠那個砂石廠它是要配好配比 這個地方 骨材進來多少到的時候它就會打開下面 我們咱會讓它進去料廠去 半合廠半合 它是用一個藕電裝置 這是半合廠的控制室 每次半合一次 這邊好像發生六級大地震 會咬得很厲害 這是其他某一間浴瓣廠 它還很大方的讓我們進去參觀 跟它要什麼 有什麼 要餐,要有餐,要顧菜,要顧菜 我不曉得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我不曉得 跟它非清非故 就帶個四個學生 傻傻的開了一部車 然後就去 學生聯絡好 就跑進去了 就跟它好好聊 聊到就 哎呀,蠻那個 就是蠻香 怎麼不會 你看它裡面的半合器 就是用這個料廠 送到那個浴瓣車裡面的那個口 好 那你要做好混泥土的配比的檢查 好 那你要填去混泥土配比 配合比計算數 計算表 給今天照單位審查 那你怎麼去審查呢 審查完要試辦 試辦就按照這個配比辦一個小的 那去做強度試驗 打到打不到 對不對 你說的好像很可行 我們試試看 小小的試試看 那這是一份配比 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 各位的講義沒有這一個啦 其實時候應該是不對的 沒有這一個 它只是告訴你配比要怎麼去做檢查 好,第一個 前面是title 我們就不管了 就是業主啦 名稱承包商啊 好 那它的工程設計長度它沒有填 那我們看它這邊寫的 配合 配合設計需要強度是322kg 然後是低度上上去的吧 好,大概是這樣 貪度15kg 這是設計的條件喔 再來你看 水灰比0.48kg 最大力量 1英寸耶 這蠻大的 這舊資料 現在不肯這麼大 激度魔術 2.81kg 不錯 激度魔術大概在2.8kg到3.3kg 可以做很高強度的混凝土 2.8kg就及格了 那它的要求大概沙是2.3kg到3.1kg 但是2.8kg 就已經 這個 這個激度魔術Fm越大 其實代表這個骨材顆粒分佈 其實是不錯的喔 好 它立霸水泥 好 面乾內包合 2.63kg 還好 比重2.63kg 還可以 2.65kg以上都是很好的骨材 好 好 那你看到 其他你看不懂就算了 水泥比重這不用看 這是自視化的講話 3.15kg 好 你看到水泥比0.48kg 就知道這個強度最起碼 可以達到 OK 是0.48kg大概可以到350 約略 好 扣除那個東西 那你在看沙的百分比43.85kg 這工作度不錯 沙的工作度很好的時候 沙會增加他的工作度45%左右是最好的工作度 那水174kg OK 沒有超過200kg OK 一立方 大概一包水泥50 58 400 8包以內 水泥量有點高 但是沒有超過88 OK 所以他這邊佔比 大家看一下 多少多少 用食量多少 OK 所以這個起來我是覺得 簡單的看 從水灰比 從水泥含量 骨材含量 還有他基本性質 我看這個骨材是可以達到的 當然我講的這些東西 有一些是經過一些 過去我們 非人道被訓練 不是我訓練 被人家追殺 被人家怎麼做的結果 看完就是這樣 這個東西其實 沒有辦法傳承 但是你去做 如果你有機會 你也可以到浴辦場去做設計 對不對 因為不一樣 這試辦 試辦完就是你剛剛的佩比進來 用一方 一粒方 一粒方 或者兩粒方 做完試辦 然後會做一些屍體 做一些 這是CBR試驗 這CBR 這不是那個 這個不是那個 那這個就是混淆毒強毒的試驗 看到沒有 那上面要貼 要蓋紙張 幫人家互換等等 這很多做法 標準是這樣 做一個 用一個宣紙 宣紙就是類似棉 衛生紙那樣的棉紙 因為你如果沒有寫毛筆 因為我後來不知道什麼叫宣紙 宣紙或棉紙 上面蓋著紙張 然後上面 簽文名就整個貼在上面 就是怕你掉換試題 了解吧 好 那影響強度的原因 水膠比 水泥 品質用量 那細粒料 餐料 靈期 養護 好 這是水泥的搖管 不能講 水泥那個 最終分 搖管機是那個 那個 什麼裝 那個叫什麼 不是反循環裝 不是反循環裝 有套管式機裝的搖管機 那這個是水泥 它在搖燒的過程中 旋轉搖 水泥 OK 好 那 輸送的話 我們看一下 浴瓣粉泥土的話 這是 高雄第二號的國產 國產那一年 其實 30幾年前 他們經理對我很好 姓王 王經理 他一直希望我去他們公司認識 我那時候已經到了那個 一間高中子任教了 那時候覺得安定才是 這一生追求的目標 後來 就挽拒了他們的邀請 不然 也是滿缺的 我們那時候出來的時機滿好的 迎見越正在起飛 人都很缺 好啦 那就不談了 所以你只要時間對 然後對的時間遇到對的工作 我們不要講感情嘛 你就會有一些 因為你有發展的地方 你自然而然就會 你的光芒就會出來 對不對 人家就會看到你 好 來 我的同學 我的學弟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覺得滿優秀的 好 來 我們看 輸送的時間不能超過初寧嘛 初寧剛剛講的嘛 不小於一個小時 不超於 60到90分鐘之間 那 超過時間怎麼辦 人家用餐料嘛 但是注意單價嘛 再來貪度的損失 貪度一半好 就開始在損失了 看你時間多久 看你多久 溫度多高 就一直在損失 最後還會吸引你 那這個是 不錯的 這一家也不錯 不過這一家自從 這個我不是 我不是因為談政治 自從一立一休之後 這一家公司 把他們的司機都解聘了 解聘就是說 他們自己場面 他們自己不要有司機 他們自己不要有司機 有還是有 但是比較少 就變成說 所有的車隊都是外交的 但是有些公司 就全部在做他們 這是品牌水泥 那國內最好的吧 大概 我認為是 還是目前還是最好的啦 品質最穩定 和他們司機團隊 你只要看到這邊 沒有寫工程行 就是他們公司的 這是他們公司的 如果看到寫工程行的 什麼什麼公司 那就是外面的 但他有的整個都是 那個做台銘的 這個是他們外包的 現在把司機都外包了 就切割掉了 好 這是浴瓣車的標準圖 三次圖 好 一半 適當畫一半就好了 好 那我要你注意的是這個桶 這桶可以撞到50家人的水 它有什麼功用 好 那這是另外一張 這另外一張 這個 自己在跑 那這公地在高1附近 這 我現在站這公地是我學生的 那對面也是我學生的 教書9就有個好處 處處都遇到學生 然後這個的浴瓣廠的 的品管人員 來這邊現場做實驗 也是我學生 所以一來 老師你怎麼在這 我說你怎麼在哪一家 就這樣 那這台浴瓣車很有趣 這是個人跑的 一看就知道 他沒有申請入圈 那警察就攔下來了 沒有請入圈 攔下來的理由不是入圈 第一個沒有入圈 第二個超載 浴瓣車一定會超載 一方 2.3噸 給你算2.2噸好了 裝四方是多少 那公路的限制 如果你沒有申請車輛 沒有跑的話 不能跑這個路的話 超載會造成路面損害 所以就會開罰 一般 你看這什麼共產 有沒有看到 這都是私人在跑的 他今天跑了 一張罰站就沒有了 所以各位要跑這個 要特別注意一下 通常如果叫大公司 他們自己會負責 OK 好 一般的泥土不超過處理時間 好 但 不得 超過時間 可以採用餐料 但注意用量跟單價 好 那貪度的損失要注意 不要吸引 好 那這個吊筒 其實是 各位看一下就好了 聚集溫泥土再用 做大壩的時候用 好 有沒有看吊筒 OK 好 推車工程常看到 小推車 0.2到0.4方 好 這是推車 OK 看一下就好 這是壓送機 好 水平距離 水平直線距離大概是180到300米 那身高1米 就是水平8米 你去減 看他的容量 FM2.7的時候是最佳 增加水泥用量或補充砂 很貴啊 所以一般會選擇補充砂 好 了解吧 好 那這個是補充砂 這是在美術館附近的工地 這是我同學的一個公司 那個奇遇營造 好 這輸送機 我的同學都好優秀 好羨慕他們 不是羨慕 很欣賞他們的成就 沒有什麼好羨慕的 好 這輸送車 自己的選擇自己負責 這輸送車 我也蠻被人家羨慕的 至少 說真的來有一利有一弊 在業界 待久了 很容易變老 好 這補販車 送到那個輸送車 你看他壓力多大很快變老 可不可以加水 當然不行 會改變配比 那要不要安排輸送的路線 當然要計算 多久會到 那現在輸送更好玩 現在輸送都用LINE聯絡 我已經出廠幾車了 在路上 LINE直接聯絡 用LINE去訂貨 LINE可以在法律上做一個證據 所以LINE現在很多人在用 我只要跟他講 你出車了沒 好出車了 好 從LINE出車到這邊 你就可以去算了 對不對 如果晚一點 你就可以 你不是廠裡面幾點說出車了 對 不是看出料單而已 LINE可以做聯絡 好 那路線要安排好 路線如果沒有安排好 司機會四處亂跑 好 這個我就不說太多 為什麼四處亂跑 賺外快 好 遇到雨勢比較大的時候 要注意加蓋 不要問我為什麼賺外快 這不能講 好 你去問問看大家都知道 那貪度試驗 通常來講超過範圍很多 就推車 為什麼加了很多水 出來都OK 為什麼加很多水 裡面的料有少啊 加水就混了 懂了沒 為什麼跑那麼久 好 為什麼出去跑那麼久 好 那 放送管口取樣 理論上是說在這邊取一次樣 在最後出口再取一次樣 兩個做平均 好 那你如果有了就定法則 好 交字 交字跟導時是我們這張很重要的重點 7-1就告訴你交字的計畫 對不對 交字計畫裡面告訴我們什麼 好 第一個就告訴我們交字計畫的時間 審查表時間 要做抗壓事理 貪度失業 還要督導 還要倒時的督導 需要到夜間照明 有時候超過5點 現在5點就天黑了嘛 下雨要防雨防曝 好 那 我把這講完再休息好不好 來 這個的話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國宅的概法 它設計了兩部車同時灌注 它分了兩區加以兩部車 那每一部車你看它區隔 它就做很多施工費 第一區第二區上罐子過來 交字的時候最遠開始嘛 最近的怎麼樣 在這邊嘛 最遠開始 所以你看它怎麼算 板 4乘4乘7乘0.15 厚度0.15 4乘4就是它算樓板嘛 對不起我沒有講圖 但大概看出來 7乘7乘4.15是樓板的厚度 長寬幾塊 大概是7塊 我記得是7塊到這邊 好 然後4乘4 那量的話0.35乘以0.5 0.35大部分是量寬 0.5扣掉板後 所以量是3565的量 差不多 那乘以4是長度 18根 好 柱的話0.4 40乘60 那麼高度3.05 12根 所以這簡單告訴你說 兩板梁柱強的混凝土量算出來了 強沒有 合計多少方 除以九車 一車除以九方 每車 就是一車載九方 我一共還有五個車次 間隔十分鐘 五車四 乘以五就是五十分鐘 最大間隔五十分鐘 小於一個小時 OK 它是這樣控管的 所以我的交織計畫 OK 好 這個部分就跟各位大概 它是這樣做的 那兩部車同時交織 看到沒有 好 有厲害一點的是一部品牌一部紮牌 好 聽懂就好 我看過 這一部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那個 這一部是品牌了 OK 好 這是我們書本第一頁裡面告訴你 其實這個不是在講 交織計畫 這在講挖土的企圖區 你要配置污水池 配置什麼企圖 這是挖土的企圖 這不是交織計畫 然後它把它放成分區交織混凝土 好吧 隨便它吧 那分區就分區了 好它這樣分區 那你就去算這一區就多少 這樣而已 好不好 好 這是問題圖 下料的時候 好吧 那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好不好 那看看是不是要點名 要照相 各位就安排一下 注意一下 OK 休息十分鐘